哈囉大家好,我是影圈媽媽來玩這款遊戲 叫做《被詛咒的死屁孩》 這是一款第一人稱的恐怖遊戲 將怪異的探索與緊張的生存遊戲 好 作為一名維修工,你的任務是修復一棟破舊公寓樓 但陰影中潛伏著一些邪惡的東西 這座建築鬧鬼了 被詛咒的屁孩爬過他的大廳 將會不惜一切代價讓你陷入困境 是一個邊修房子邊躲避小屁孩的遊戲 我們直接開始 蛤? 遊戲畫面怎麼講這樣? 非常非常的破爛 啊不是,非常簡陋 歡迎加入我的團隊 你的首要任務是要修復這個建築物 前往地下室,然後拿你的工具吧 接著就可以從第一層開始了 助力好運啊 維修公司的經理寫給我的情書 哦,我們現在要去地下室拿東西是不是 沒錯 門是鎖的 我們先下去拿我們的工具啊 什麼工具 工具箱是不是 好像是哦 我們一下拿到非常非常多的道具耶 接著要去維修四號房的發電機 一號房的水管 還有一號房的灰塵 不是啊 我們在修東西了嗎? 為什麼還要清理灰塵? 那我是清潔工啊 這是二 一在這 清垃圾是不是 垃圾是哪一個? 吸塵器嗎? 哦? 哦? 這個醬搬進來這個公寓之後一直很奇怪 他一直說這個公寓有壞壞的東西 然後想要把它清掉 壞壞的東西 是那個小屁孩嗎? 不要擔心啦 馬上去痛打他一頓哦 醬今天帶回來一些奇怪的書 他說這些儀式是為了保護我們的 啊 所以醬為了驅逐那個小屁孩 還辦了一個儀式是不是? 啊那個儀式在哪裡? 廁所耶 啊廁所水管 水管應該是用 這個嗎? 水管破洞了 把它焊接起來 了解 啊那個小屁孩呢? 他不是說他會打到我工作嗎? 然後四層樓的發電機 發電機應該是用這個吧 四號房 四號房哪裡有發電機 這個 怎麼這麼多紙條啊? 煩死了 我們終於搬進了我們新家 盧卡斯非常喜歡他的新房間 然後我對於一切充滿了希望 我相信一切都會變得更好的 不對啊 那個衣服鈴 他為什麼可以在每一間房間都留下紙條啊? 整棟公寓都是他的是不是? 錯誤的工具耶 不是用這個 也不是這個 他是哪一個 發電機是用鐵錘修的嗎? 不太對吧 為什麼發電機可以用鐵錘修啊? 然後我們要去八號房間 修好牆壁 還有七號房間的屋構 八號房間 牆壁 牆壁 欸 你好 看到一個小屁孩喔 所以小屁孩從現在開始出現了 八號房間 在後面 八號 修理牆壁 哪裡有牆壁 欸 這是他的房間耶 這是個小屁孩的房間啊 我在盧卡斯的房間找到約翰 他的嬰兒床上放了什麼東西 盧卡斯嚇壞了 我真的為我們感到害怕 盧卡斯生小孩了 要修的牆壁在哪裡啊? 找到了 這要怎麼修 不是這個 把牆壁的洞填起來是不是 完成了 非常的簡單 一點難度都沒有 這小屁孩流了很多血耶 然後要去清理垃圾 喔 我看到儀式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祭壇對不對 上面有詛咒娃娃耶 了解了 之後可能要回來這個房間喔 完成 完成 然後去修9號房間的電視 還有11號房間的發電機 還有12號房間的水管 太多工作要做了吧 9號房間的TV 這不是全黑的啊 看不到啊 電視 電視應該是用螺絲旗子吧 這什麼 外星人電影 看不太懂 看不太懂 小屁孩在後面 欸小屁孩 小被打是不是 蛤就這樣喔 他不會整個遊戲就是小屁孩一直嚇我 然後連個追逐戰都沒有吧 不會沒有追逐戰吧 11號房間 我們先去敲發電機 OK 事情發生了 這樣的儀式似乎玩過頭了 盧卡斯走了 所以盧卡斯死掉了 我還能夠聽到我孩子的哭聲 回蕩在整個公寓裡面 所以他做儀式想要驅走那個嬰兒身上的靈魂 但是 把那個嬰兒搞死了是不是 應該是要驅逐那個惡魔啊 我只能說我活該啊好不好 誰叫你要迷信 有病就去看醫生 又不看醫生 水管在這邊 OK 輕輕鬆鬆的 接著是16號房間的機器 不過我有點疑問是那個鬼完全沒出現 小屁孩在上面爬欸 什麼意思 門鎖起來了 小屁孩把門打開了 然後這裡已經不是公寓了吧 這什麼東西 很可愛喔 弟弟 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是嚇不到我的 回來了 我的東西不見了 我那些道具都不見了 然後他現在叫我們找到手電筒 手電筒 拿到手電筒之後燈就熄滅了 什麼意思啊 這邊有 三個玩具 我嘗試過收集盧卡士的玩具 有火車飛機還有馬 但我無法收集完他們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那個靈魂還在這裡的原因 應該是吧 我們現在要收集三個東西 然後幫助小屁孩靈魂超渡一下 找到木製的玩具火車 還有馬還有飛機 懂了 這邊要開始找東西 找到三個就可以去那個啊 儀式把他趕走了 欸 小屁孩在前面欸 你們看到嗎 欸 欸怎麼了 欸怎麼了 等一下 冷靜一下 兄弟 冷靜一下 我是跑不過那個小屁孩的欸 完了 那這邊要怎麼辦 是連讓他看到都不能看到對不對 被他看到的話我就要死了 因為我跑不過他 這裡一個玩...欸有欸 找到飛機了 還差兩個 加油 叫什麼 馬桶 不是 感覺有點太黑了你知道嗎 我只能沿著牆壁走 不然真的完全看不到 沒有東西 這是玩具嗎 還有欸喔 這是馬桶 什麼意思 嗯 有 找到一隻馬 剩下火車 我們已經找過那個周圍一圈了啦 所以最後的道具應該是在中間 欸 弟弟 冷靜弟弟 不是故意打好不好 冷靜一下 非常非常有水準的一個關卡 各位 完全找不到啊 還在右手邊啊 沒有啊 在哪裡啊 找不到飛機啊 找不到飛機啊 欸不是是火車 找不到最後一台火車啦 藏在哪裡啊 小屁孩 你把你的火車放在哪裡 欸 有了 原來就在門口啊 哭啊 現在可以走了 我們要回到公寓 對不對 回到那個祭壇儀式那邊 輕輕鬆鬆啦 這個遊戲 有了 然後咧 離開這個建築物 我可以走了 鎖的 所以現在只要回到一開始 我們拿工具的那個門口就好了嘛 擋起來了 欸 我們回頭路被擋起來了 那這裡應該有東西喔 這是他們一家人的照片 謝謝你完成了 我不能夠收集那個盧卡斯的所有玩具 但是你可以 你做到了 我的寶寶現在終於可以安息了 謝謝你 再見 所以他應該不會再過來抓我對不對 不過 不過我覺得那個弟弟母主其實做的蠻噁心的耶 他應該多一點那個追逐戰才對 有點太少了啦 可惜啊 還是最後會有一個驚喜 那個弟弟其實根本就沒有走之類的 然後把我抓走了 到門口啦 再見 不對喔 我們陷入輪迴囉 弟弟看起來是不想我走啊 弟弟根本就沒有走啊 哭啊 所以我最後還是死掉了 非常感人的一個故事啊各位 這遊戲非常非常的短 沒有什麼好多做評價的 畢竟它是一個免費遊戲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詛咒小屁孩就完到這邊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讚訂閱我的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 坐下 然後呢 我們一回到司機